我们不能看到, 哈喽,欢迎大家参加这个,这叫什么, 虚拟访问,完了今天是李崇乔同学和我一起给大家讲解, 然后我们要走到100米以下, 能看到那个地下凯文是大厅,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因为那个大厅枪的登场机再过几个礼拜就要重新启动了, 所以它那个detector已经给关上了,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最外壳, 然后这跟几个礼拜以前不一样, 但是我可以用在走到那个100米以下过程中, 有一些图可以给大家讲解, 待会可以,现在你就可以,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detector的, 就是探测器的建筑大厅里头, 这个大厅呢,是CMS Detector, 是在这里面建造了10年,这是在地面上, 然后这个好, 现在我们去看, 这是1比1的一个截面图, 但是这个现在呢, 现在受到限制用那个laser的激光笔不能那什么了, 所以我们待会在一个比较小的图上, 我给大家讲解一些最主要的部分, 然后在这个detector, 然后在这个detector呢, 被这个CMS探测器, 是分成11大块, 11大块, 那个桶部呢有五个大, 大环形, 那个什么, 一尺,每个端盖呢有三个, 三层, 一共有11大块, 每大块都超过1000吨重, 然后呢, 我们就必须得把这个, 把这个11大块呢, 在2004年左右, 或是反正是快到开始对撞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送到地下, 然后把它拼起来, 然后迎接这个, 准备这个大厅里对撞, 旁边现在我们就能看到, Hello, 桑斯登, 桑斯登, Can you show this shaft? 现在这儿就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十几米到二十米的, 一个大的竖井, 完了这1000多吨呢, 这个每个零件呢, 就被从这个竖井里面, 用大的特殊的吊车, 给它送下去, 送下去以后, 一个接一个送, 但是送的过程非常缓慢, 因为这个这个竖井很大, 但是不是特别大, 从这个detector的这个边缘, 和到树井的墙, 只有一二十厘米那个间距, 不能如果太快了, 它一晃就受损了, 所以这个100米的这个距离呢, 一般要走至少十几个钟头以上, 要慢慢给它弄下去, 弄下去, 弄下去以后完了, 把十一个, 十一个, 多少, 十一大块, 弄下去以后再给它合起来, 行, 我大概就现在就在表面上说这些, 然后从小, 呃, 那个, 你还要说什么? 不用, 一会儿需要的时候, 我做以后的讲解, 可以继续, 行,可以, 一飞。 那么现在呢, 就会, 潜思静老师呢, 就会带大家, 具体的到地下一百米的地方, 来观测, 来虚拟访问我们的CMS探测器, 那么现在可能有些设备的调试时间, 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可以再, 呃, 介绍一下这个,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实验中心的这个背景。 从小你能这个, 呃, 可以听见我们的问题, 对吧? 可以听见我们这边的声音, 对吧? 啊, 可以的, 可以的, 周老师。 那我们这边如果有, 可以, 也可以这个跟你们互动, 通过这个声音的方式。 好的,好的, 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请问。 对, 我们所处的这个大型强子对撞机呢, 是人类历史上见到的能量最大的这个对撞机, 能够把质子加速到13个TV。 就是说这是一个极端相对论情形的一个速度, 如果换算成光速的单位的话呢, 是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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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的光速。 那么两树质子对撞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探测器, 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粒子的一个照相机呢, 把它给照下来, 能够观测到这个粒子的末态, 从而呢, 让科学家们进行物理实验分析。 那么, 我可以, Can we switch the slides please? Thank you. 那么我们说这个大型强子的阻撞机啊, 它埋藏在这个地下一百米的地方。 这个质子呢, 可以由这个顺利时针呢, 两个方向被加速, 然后呢, 在四个地方被引导让它们对撞。 我们现在所处的呢, 就是CMS这个, 这个探测器的这个地方。 那么一会呢, 我们将看到这个探测器呢, 就是在这个引导点进行对撞以后呢, 我们要把它的这个照片给拍下来。 而这个探测器呢,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大概的介绍。 因为本质上这个照相机, 想照出这个粒子的末态呢,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那么主要其实是有这么两种。 一种呢, 就是能够把粒子的净记呢, 给记录下来。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这个净记的这个, 记录观察器。 就相当于说, 我们现在是要打靶, 然后呢, 我们设置很多个。 Can not hear any. Yeah. Wait. We can hear it. We can hear it. 行, 那我们现在在下到一百米以下, 下到一百米以下的时候, 以前, 这个我想把这个探测器的一些主要的结构和它的名字, 要讲解一下, 用很短的时间。 你现在能听见吗? 能听见吗? 可以的, 我们都能听, 可以的,可以的。 这个图呢, 是和刚才, 看的那个一比一的图是一样的。 但是我, 因为现在不能用这个激光笔了, 所以我就可以用手指头在这指。 这个探测器呢, 比较大, 但是不是最大的。 这个是圆筒形的。 圆筒形的探测器。 一个一素。 一素。 一素质子从进去, 那一素质子流出来。 然后两素粒子呢, 在中间对撞。 对撞以后呢, 产生很多很多碎片。 我们称那些碎片是次级粒子。 然后为什么要造这个探测器呢? 探测器的目的和那个方法呢, 就是造探测器的目的就是要鉴别那些碎片。 然后看它们是什么粒子。 是走多快,有多大能量,各种各样的特性。 然后呢,我们就是测量这些次级粒子。 然后把这些粒子呢, 存到计算机里。 过些日子呢, 过些时间呢, 我们把这些存的东西呢, 在计算机上呢, 我们想反而把这些粒子呢, 这个推回到对状点, 去看那个对状时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探测器的目的, 和我们做粒子物理的方法。 探测器主要是要鉴别所有的那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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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器。 这个探测器呢,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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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个最大的一个单个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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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线管磁铁。 螺线管磁铁。 螺线管磁铁, 呃, 电流这么走, 然后产生很强磁场, 在中间产生很强磁场。 呃, 这个磁铁呢, 呃, 呃, 是有另外一种材料。 呃, 铜呢, 是一种非常好的那个导体, 呃, 而且是相对比较便宜。 所以呢, 我们是日常生活中, 到处, 几乎到处都在用铜线。 但是呢, 铜线里头还有一点, 呃, 呃, 电阻, 如果我们通太长的, 太强的电流呢, 它就电阻就发热,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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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果,呃, 呃, 呃, 电流更强的, 它就发烫。 如果,呃, 呃, 电流太强了, 那最后它就,呃, 铜线就, 就,就那个, 化了, 完了就断了。 所以呢, 用铜做的,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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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铁就,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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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断了 但是这个不一样 这个大磁铁呢 是用的材料 这个导线材料呢 不是铜 而是这个叫 纳欧边Titanium 是涅态合金 涅态合金呢 这个涅态合金 这种材料呢 如果那个 我们把它冷却到负271度 1.8那个绝对零度 它就变成超导 超导了以后 因为几乎没有电阻呢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 更多的电流 可以通过20倍以上的电流 比那个铜线 能承载的20倍以上的电流呢 就能产生磁铁的强度呢 就比铜线做的磁铁呢 强20倍 类似这样的 但是呢 这个很强呢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把这一大块 全要给它 那个什么 那个送到 就是冷却到非常低的温度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一个大问题要解决 然后呢 这个超导磁铁呢 直径是6米 长是11米 从这个大小来说呢 这个大的螺旋管超导磁铁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 是世界上最大的超导螺旋管磁铁 因为这是从那个塞子来说 这个呢 因为它这个 因为它很重要 是非常significant的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solenoid 这个s放到那个 放到名字里头 cms的最后一个字母呢 s就是表示它是 就是用的这个solenoid 因为这是一个世界上 最大的超导螺旋管磁铁 然后那个c是什么意思呢 c呢就是compact的意思 compact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很大 15米直径 28米长 14000吨 但是这个detector 但是大型量子就像机上 有四个大探测器 cms不是最大的 atlas更大 这是15米长 atlas 15米直径 atlas 25 这个是28米长 atlas 46米长 但是这个是比 这个比atlas 小三倍 但是呢 它比atlas 大 重一倍 atlas 只有7000吨 这是14000吨 小而重 用在英文中呢 就给它 用这个词呢 就叫紧凑形 compact 所以呢 这个cms the first letter c standing as 就是表示 它是一个紧凑形的 因为它是小 而重 中间这个字母呢 是这个迷惘 迷惘是一种 一种很重要的例子 我马上就要再 再说两句关于迷惘 但是因为我们 我们建造了 很多很多迷惘 chamber 在那个外边 这都是迷惘产品 一大圈 我再简单的说一下 那个 再简单的说一下 这四大块 那个每一个探测器 在设计有大概十 十几个 不到二十个 大大小小的探测器 但是不管探测器 有多不同 有的很小 有的很大 有步行的 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设备 不同的什么 但是每个探测器 至少有四大块 第一个就是 刚才说的磁铁 磁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对撞以后 产生很多很多碎片 那些碎片呢 如果没有磁铁 所有的碎片 都走同样的路 带电不带电 都是直线 而且混合在一起 我们没法区分他们 但是如果我们 我们把磁铁 开给磁铁 在那个带电粒子 就转弯 中性粒子就 仍然走直线 所以呢 磁铁可以 分辨 把那个带电和中性粒子 分开 然后在磁场里面呢 实际上 那个带电粒子 假设磁场 走这个方向 中性粒子 在磁场里头 仍然走直线 但是 带电粒子呢 将要走一个螺旋线 磁场走这个粒子 带电粒子走螺旋线 如果我们看两维呢 实际上是一个圈 一个圈 这个圈的大小呢 和粒子的速度有关 呃 成正比 然后如果我们 画一个大圈呢 不是 这个粒子快呢 它就走一大圈 粒子走得慢呢 它就走一小圈 如果我们能找着一个方法 能量这个圈的半景 那我们就能知道 粒子的速度 怎么做呢 中间这部分 这叫做 Tracking Detector Tracking就是 紧急探测器 紧急探测器是 有很多很多 层那个 呃 呃 呃 明明的材料 比如 硅条啊 硅粒 然后呢 当 呃 呃 带电粒子穿过 当 带电粒子穿过 这些层的时候 每个层就得到 就有一个探测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探测点 连接来 用计算机连接来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一小 一小段 那个 那个 呃 弧 一小段圆圈 然后不是 不是整个圆圈 但是一小段圆圈 通过这一小段圆圈呢 我们就可以量这个 呃 量这个 半径 这个圈的半径 我们就能知道 呃 带电粒子的速度 Tracking plus 加上这个 磁场呢 我们可以量 那个 带电粒子的 呃 速度 但是呢 呃 呃 我们说 一般 对撞以后 有很多 上百 上千 呃 刺激粒子出来 这些粒子 呃 大约一半是带电 一半不带电 不带电粒子 这个 这个Tracking 看不见 不带电粒子 然后我们就得 用别的办法 然后比 这个这个 磁场和这个 Tracking之间 有一大圈 这个人叫做 这一大 这一大块呢 叫做 量能气 Colorimeter 量能气的目的是 是测量 呃 能量 就是不管带电 和不带电的 粒子 粒子都可以在这 测量 怎么测量呢 基本上量能气 很重 然后粒子呢 基本上就都 在这个 呃 经过的过程中 就呃 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了以后 它就产生一些 呃 光 或者是呃 什么素 素流 然后我们量量 量那个 呃 呃 那个 那些光的强度 或者素流的大小 那我们就能知道 呃 能量 这个量能气 是量 呃 所有粒子的 不管带电 不带电粒子的能量 好 第三个 磁铁 Tracking 紧急单身器和量能气 呃 呃 就是比那个百分 大百分 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粒子呢 基本上就都停在这这中间 它出不去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量能气 非常重 所以呢 大部分粒子都停在里面 呃 只有一种粒子 呃 不不一样 那就就是冥王 冥王 不同和其他粒子不一样呢 因为冥王 有很强的穿透力 然后如果我们有一大块 什么 金属啊 什么 呃 那个 水 水泥啊 什么之类的 其他粒子就停下来了 但是冥王 很容易 穿过去 冥王不多 啊 就是 呃 成本上千个粒子出来了 冥王只 只占一 百分之一二三 很少 冥王不多 但是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重要的新粒子 或者新物理过程呢 最后要 击击 一个 呃 标志 一个非常 呃 典型的事例呢 就是 呃 Hicks Porson 呃 CMS Atlas 呃 Discover 就是11个 11年以前 发现的这个 HicksPorson 一个 非常呃 非常呃 那个 significant 和非常 呃 清楚的 信号 就是 channel 就是 decay channel 就是一个 HicksPorson 呃 decay into 啊 4 mure so this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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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re significant a very very basic 非常基本的对所有的粒子 呃 探色器都要 至少要有这四大块 有的粒子还有的探色器还有别的 但是至少这四大块 行了 我说完了 咱们现在往下走 有问题 请 请那个 从小 呃 同学帮着解 解答 好的 好的 行了吧 啊 行了 我说清 说完了啊 往下走 谢谢 Thank you 好的 呦 sorry 刚才 嗯 哦 行 走吧 那对关上我这怎么关上 啊 刚才钱老师做了 没事没事 钱老师做了更加详细的对CMS探测器的一个介绍 那么相对于刚才的那个介绍呢 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slides上来 would you please switch on the slides 那么刚才我们首先钱老师介绍的这个磁铁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一部分 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磁铁主要是能够把内部的构造一个非常强的磁场环境 这个磁场其实非常的强 它达到四个特斯拉 是几乎是这个世纪上能够产生的最强的磁场了 因为它的这个电流是达到上万安培的 那么 在这样一个磁场环境下呢 里面呢 通过构造这个经济探测器 可以探测出它的轨迹 就好像我打靶 然后穿过几层靶纸 每个靶纸上都留下了一个点 那么连起来呢 就可以刻造出这个弯曲的这个曲线 对应的呢 就能够测量出这个粒子的 带电粒子的它这个动量 或者说它的速度 那么后面呢 就是这个量能器 就是刚才说的 能够让这个粒子在里面发生这个 急连的这个辐射 相当于损毁在里面 这样的话呢 一个粒子的能量呢 就能够完全的 在这个 在这个探测器里面收集起来 然后能够用相应的重建算法呢 测量出这个粒子的能量 那么这就是这个量能器干的事情 那么在整个这一个 里圈构造的超大磁响范围之外呢 就是这个mium chamber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我专门的呢 想去测量这个mium 也就是这个mium子 它的一些性质 那么其实呢 在外面构造出了一个 反向的一个磁场 这个mium也能进行偏准 同时呢 它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测量mium的这个板 能够让这个mium的景气呢 在里面得到重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CMS探测器的一个重要的 相比于其他探测器的特点呢 就是它能对这个mium子 进行非常非常精确的测量 那么相应的一些物理过程 如果它的末态产生了mium子 就能够借助这个mium子呢 对这个物理过程 进行精确的测量 从而呢 达到非常高的精度 那么对相应的一些物理量呢 测的呢 比其他探测器更准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将会看到 这些相应探测器的实物 好 现在我们的镜头呢 正在跟着钱老师 往这个非常机密的 是更加深层的 CMS探测器的这个 这个场地 那么我们可以再 就这个CMS探测器的 这个实际的这个 这个是slice 刚才可能没有展示出来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刚才这个看到这个slice了 就是分这个四层 最里面的这一层呢 就是测量它的竞技 外面的呢 就是这个 就是 sorry 外面的第二层呢 就是这个量能器 第三层呢 就是构造这个超大的 这个磁场的 它这个螺线圈 我们现在看不到最外面的就是这个 明昂 chamber 现在好像那个slice不在被share sorry 刚才是在share的是吗 现在又share了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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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钱老师呢 已经进入这个电梯里 一会儿呢 就会很快的速度传送到地下一百米的地方 就是身临其境呢 看一下CMS探测器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粒子 它对撞的时候 实际上是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大的这个加速器呢 就是为了还原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宇宙大爆炸早期的这个情形 也就是非常高的能量 能够让这个里藏这些粒子呢 发生正常情况下发生不了的反应 那么在这种时候呢 人类的所能描述的理论呢 就是量子场论 所以说我们做这种物理实验的目的呢 就是去竭尽全力的来去了解微观世界 来去建立微观世界相当的理论 那么目前的量子场论 能够很好的描述这一切 比如说当两个质子发生对撞的时候呢 它里面的微观粒子呢 实际上在量子场论里描述 就是量子场会发生强烈的这个相互作用 那么可能会产生些新的量子场 因为它的能量太强了 比如说发现了Kiggs粒子 对于呢就是Kiggs场 被它激发出来以后呢 这个Kiggs场非常不稳定 它继续的呢 与其他的量子场发生反应 就会相当于衰变到其他的粒子 那么这个实际产生的粒子过程非常的复杂 而末态呢也可能会有成百个粒子 那么我们的探测器呢 无非就是能够把这些粒子呢 都给记录下来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不管是竞技的方式呢 还是记录能量的方式 把它们记录下来 后续呢来交给这个实验学家呢 进行物理分析 来相应的转化到这个物理的测量的 这个结果上去 好的 那么现在钱老师 钱老师可以听到吗 好的 现在电梯里面呢 那个非常直观的显示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你看到电梯正在往下走 那么这个时候信号呢 就可能稍会切断一下 我们回到这个slide上来 这个呢就是 另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个 每一个记录一个粒子事件 那么照相机把它照出来的这个状态 就是说可以清楚地看到呢 当粒子对撞以后 先产生了很多静剂 这个静剂呢 就是这个黄色的曲线 那么这里呢 是已经重建出来了 用相应的这个算法 其实这个算法呢 应该也是大家能想象的 比较直观的 无非就是通过一层一层的记录的这个 它的这个位置的一个个点呢 还原出了一条条曲线 但是呢 这个不同的这个静剂呢 它可能就是重叠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一些物理的处理 来把它们给区分出来 但重建出来的静剂呢 就长成这个样子 在往外呢 这个记录的一个个的条状的这个竖线呢 它就是相应的记录 也就是直观的展现给我们 这个能量的大小是多少 那么这个蓝色和绿色呢 分别都是两种良能器 一种呢 是让像电子啊 μ子 就是像电子啊 光子啊 这种通过电磁作用 让这个粒子呢 损毁在里面 让能量成绩在里面 OK OK 钱老师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负二层 底下有三层 就是地下有三层 负二层 但是地下88米 最底一层是97米 然后在我们进到第二层上 我们再就可以走到大厅里面去了 探紫机大厅 这儿有几个一些图 这个在建造过程中的图 你可以看到 你先说这个吧 这是那个 大型舱子对上机的27公里长 然后我们CMS 离这个SERN最远 在头上 然后这远处是日内马湖 再远就是那个布朗峰 就是欧洲最高的那个什么 最高的蒙布朗 最高的那个山 然后这个呢 就是在地上建造 你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 那个螺旋点 超导螺旋口磁铁 然后这个磁铁呢 是捆绑在中间 我说这个探紫器 分成11大块 这个桶部呢 有五个 五个这个桶形 就是五个圈 五个圈 每个圈变成这样 然后呢 中间那个圈呢 是连在那个谁 连着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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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超导磁铁 是连在中间那块 使中间那一块呢 变成最重的一块 是2000吨 其他都是1000吨 这个是地下大厅 在装探紫器之前 空的地下大厅 在这个之前呢 是 这一大块 这个附近都是农田 现在在农田上 找了一个大窟窿 大窟窿以后 100米以下 找了一个大的地下大厅 最后 他用那个 什么就把 一个一个一个 11大块 一块一块 给他降到 降100米 然后合起来 差不多 行 我们接着往前走 这儿有两个 地下有两个 地下大厅 一个叫探测器 打厅 还有一个叫 叫服务打厅 服务器打厅里头 全是各种仪器 计算机 做各种各样的用 这儿有一个走廊 这个走廊是 如果那个探测器 就是大厅 就是大厅 对上机 运行的时候 我们就这儿 这走廊里头有两个门 一个门是通往 大厅 对上机的隧道 另外一个是 通到 探测器打厅 然后呢 如果 大厅 对上机 运行呢 这两个门就都 关了 没有任何人 可以过去 因为这个运行之后 有很多的辐射 然后呢 这个门呢 如果不运行的时候呢 这个门也很少能进去 因为 大厅 对上机 如果 那个停了以后 它还有一些辐射 所以必须得 特出 得到特出的允许 才能进到这里了 因为 所以你看到 它非常红 全是红的 很少能 有人能能进去 所以呢 它就 弄了一张大的实体图 一比一的照片 一比 如果你 它这个 大厅 是用 九千根磁铁 连起来 然后你看 这个九千根磁铁 有最大的 十五米长 其他有很多 很多小的 然后这个 我们走到 如果我们走到 那个隧道里面 看的就是 类似这样的 就这张图 所以呢 很多 访问的人 如果他假装 去不了 那个隧道 他假装 去了的话 他可以跟 这个图 照一些像 行 我们接着往前走 这个 这是一个 非常严格的 入口 这个入口 要经过 很多很多手续 但是 比如要 每个人 要拿一把 一把 一把 那个钥匙 然后出来的时候 如果任何一个 钥匙 没有回味的话 整个大型 浪水机和 探测机都 绝对 不能重新开始 因为这个安全 是最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 我们不想让任何人 在任何地方 在任何时间 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呢 他就弄了非常严格的 安全系统 这个地方 离那个 离那个探测器 大概有 how many meters from here to the detector 7 meter 哇 就是有10米 左右 离那 但是呢 很远 而且隔着很多墙 但是呢 如果 现在的 那个 探测器 现在的 磁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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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开开 即使没有 如果开开的时候 这么远的地方 你拿一个 拿一个区别证的链子 你都能看见 它很远 这么远 它还能把 那个 给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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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 经过这个 我们就可以到 就可以看到 那个 探测器的外形 然后 我们现在进去 这要经过一些 那个眼睛的扫描 你要经过 那个 你要看一个 眼睛扫描仪 那个扫描仪 把你的 那个眼睛里的 信息 照下了以后 跟你 事先 存在 系统里边 进行对比 对了以后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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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行 大家都通过了 现在我们要到 那个 马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的 防火门 防火门 哎呦 好 谢谢 这就是最后 在 什么之前 对状之前 现在已经都合起来了 所以我们里边 我们看不见了 在几个礼拜 以前 几个月之前 因为 大家可以检修 所以呢 这个 每个 十一大块之间 就都分开 人可以 进到里面 去做 各种各样的工作 现在呢 因为再过 几个礼拜 大银上 就开始 运行了 试运行 所以呢 它现在都得 安装好 OK 这个 一速流 是从右边过来 另外一速流 是从左边 然后对状是在 是在那个 什么中间 往上看 就是那个大的 大的那个树井 大的树井 所有的 十一大块 和 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工具 都是从这个大树井 给掉下来 然后把这个十一大块 合起来 所以有很多工具 你看都是非常重的 那我们现在往下 往下走 六个 这就是 探测器的外形 然后呢 很多人问这个 这个十一大块 在下边怎么来 在那个挪动它 实际上它有 它挪动这个 每个有一千吨重 所以你怎么能 把它挪来挪去的 合起来 分开 最后呢 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是一种 跟那个气垫船 就是 我们海上 有时候有一种 气垫船 我们可以把 那个压缩空气 往下冲 往下吹 然后气垫船 就可以 离开水面 很少的距离 然后它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阻力以后 都可以在 在水面上 飘来飘去 这个呢 也类似的 技术 我们有 每个 每个大 什么都有大的 呃 这个脚呢 其实上我们用 非常强的压缩空气 然后把这个整个 这个一公里呢 推成 一个 几个 几个 毫米 只要几个毫米 就行了 呃 给它 脱下几个毫米 然后它有一个 大绳子 这大绳子呢 就可以给它 拽来拽去的 这个大绳子 就可以把 一千吨的 往这边拽 往那边拽 所以那个 是这么一个 你要受那个 这个 你知道 这个 现在磁场没有 现在磁场 早就没有了 但是它还可以 有剩余的磁场 剩余磁场 仍然可以给它 哇 剩余磁场 所以它是 四个Tesla 已经 这个磁场 已经关了 好长时间了 但是最后 剩余磁场 还很多 对它 对 very empressing 非常 有意思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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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else no more OK 我们现在绕这个 担测器转一圈 二十几米长 一块一块的 有五大个环 那个 总部有五大环 我们 我们中国的贡献呢 在CMS的摊测器上 贡献主要是在这个端盖的这个密网 密网部分 然后 但是现在都看不见 因为都合起来了 外头这一大块铁是巴基斯坦的贡献的 所以你能看见巴基斯坦的棋子 巴基斯坦国旗和名字 这是另外一头总共是二十几米长 We go back OK 这个比阿德勒斯小三倍 阿德勒斯更大 因为阿德勒斯太大了 所以它不能像CMS先在地面上造 所以阿德勒斯是把所有的零件都给弄到下边来在下边造 CMS先在上都造好了 然后呢再把几大块给给给给落下来合起来 OK 阿德勒斯太大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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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见吗 听得见您继续 那我们现在到 我们先从 负一度 负一层 回到负二层 然后还有几个展板 简单说一下就 然后就 现在几点了 现在十五分 还有十五分钟 多点也没事 马上就到了展板了 非常沉的防火门 谢谢观看 请 下面是几个展板 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 大新乡的队长机是怎么组成的 它是有9000根磁铁 每根磁铁有1米长 一米直径 有不同的长度 最长的是15米长 35吨 每个造价100万瑞士法郎或美元 差不多 每个磁铁里边 不管长短 每个磁铁有同样的直径 每个磁铁里都有两个派 就是两个管 塑料管 塑料管不大 只有5个厘米直径 两个相差 十几到二十个厘米 然后所有的 一个管 是引导 质子一个方向 另一个管 向反方向 所有9000磁碟都连在一起 所有管子也都连在一起 这两个管子永远是平行 永远平行 沿着这27公里长的隧道 永远平行 从来不交叉 除了在四个地方 被大型大的对撞机 27公里长的对撞机 只有在四个点上 两个管子汇集 然后两素粒子就对撞 然后在这个四个对撞点上 我们围绕着这四个对撞点 我们建造四个非常大的探测器 所有的9000根磁铁 全是超早磁铁 所以呢 所有的那个磁铁的里边 都要冷却到负271度 外边是室温 所以呢 要花 要用几百吨的 那个液氮和130吨的液骸 要把这个冷却到非常低的温度 而且要保持冷却 要几个月或者是数年 所以呢 使得这个机器 不光是从大小来说 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装置 而且从那个 从那个 冷却系统来说 它也就是世界上 最大的一个冷却系统 然后要把27公里长的 所有的东西都要冷却到 负271度 而且要keep them cold 要保持它们冷却 成年累月的冷却 好 这是大概期 这个 那个 粒子呢 是由一种 就最简单 是由质子 是由氢来造 那个什么 氢是一个 最简单的 元素 一个质子在中间 外头有一个电子 然后我们用一个 小的device 小的器件 把这个电子给包去 然后就有粒子 那个 什么 那个质子存起来 然后我们组成一个质子包 质子包呢 每个质子包有 11个或者更多的 粒子 但是因为质子很小 所以质子包非常非常小 比投资还小 然后呢 出了以后呢 就要经过很几级 因为在一开始 质子 零速度 零能量 但是最后要到 14个tv和 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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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光速呢 我们不能走一步 而要走肉干步 所以呢 它要走 第一步是直线 直线那个 加速器 直线加速器 四十米长 但是 经过这四十米 它速度已经增加 从零到三分之一的光速 那个 然后但是 能量呢 从零增加到 五十个 五百 五千个万电子服 但是呢 从五千万电子服 到 14个 trillion tv呢 还有要走 五个数量级 所以我们就走 一二三四 那个 越来越大的 环形加速器 环形加速器 所有的这些 小加速器 这个质子都是 走一个方向 但是从 倒数第二大 变成最大的时候 有的 那个质子素呢 不是就是 质子包呢 走一个方向 另外质子包 走相反方向 两个转转转转转 每个在 质子在每一个 阶段要 运行大概 一两个小时 当能量超过 十倍以上 就走到下一步 这就是整个 这个大银箱的 系统 大银箱 不是一个 独立的环 单个环 不是一个 单个的 而是一个系统 要从小 慢慢慢慢走大 这些树 这些树呢 非常快地走 那个 不同的阶段 速度增加 从三分之一 光速 百分之九十 九十九 最后的光速 这个 能量呢 也是相应的增加 其他的数呢 是 这个整共长 二十六点六公里 所有的九千根磁铁 九千根磁铁 都要冷却到 负二百七十一度 然后呢 那个 每一共有 两千八百个 质子包 朝一个方向运行 两千八百个 向反运行 然后那个 每个质子包里 它包括 1.1 这个一百一十 是不是 这是 多少 一百一十亿 一个 差不多吧 是 我 这个叫杯垫 一个杯垫 多少 九 一百个杯垫 一百个杯垫 的那个 质子 每个包里头 那个 最后呢 这个速度 要沿着这个 大圈 每秒钟 转一万一千 两百圈 嗯 这个是所有的 呃 一些基本数 完成了 那个 呃 你接着在上面讲 我们往回走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钱老师 做的精彩的 CMS的介绍 和后期的这个 LHC 整体的这个质子 相关的介绍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进入 这个评论环节 就是 请大家如果有 那个Zoom里面 有问题的 可以直接在那个 问答框里面问答 然后周老师呢 也可以收集一下 场内的一些问题 我们首先看到了 有一个 同学在 这个Zoom上面提问 喂 请问 钱老师可以听到吗 能听到 哎好 这个同学问 为什么密网比 电子的穿透能力更强 所以需要在外边 再设置一层探测器 我记得密网 因为密网比 智子重两千 二百多倍 所以呢 它有很强的 电子呢 因为 轻而且 很容易和别的 别的 粒子发生作用 所以呢 它就很快在 过程中 跟其他发生作用 而密网子呢 因为它重 它可以走得很快 然后那个 就相互作用 就比较小 可能是这么个原因吧 嗯 对 现在 谢谢钱老师 现在还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呃 现场同学 有些问题 好的 可以到 这个地方 接近这个麦克风一点 呃 其他老师 同学 如果我 我讲的不太确切 你们可以补充 或者是纠正啊 老师能听到吗 能听见 就是刚才在参观的时候 看到是底下 这个很多的这个仪器 呃 或者是仪器的 很多部位上面 都贴着一个 就是那种 黑白的那种方块的 一个那个码 很好奇 那个码它的作用是什么 有 he said he said there are some 哪个码 是这个 那个叫二维码吗 是二维码吗 就不是 它就是 它是在那个仪器的 那个很多 就是测壁上 就很多位置都贴着 就是形状不太一样的 这个 就是黑底的 这个白色的方块 组成一些图案 呦 这个我 你得走到那 我才能知道了 不过 其他同学知道 是什么原因 我 我还没有太多的印象 它是 它是什么样的码 那个 从桥知道吗 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进到电梯里了 大概 大概有 不到一分钟 可能就没有信号 但是我马上就上去了 那其他老师和同学 你们能不能 跟我解释一下 待会儿什么样的门 我怎么 待会儿在那个什么上的 在那个荧幕上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往上走了 电梯往上走了 可能就是设备嘛 我们可以问一下 在场的这个 具体的工程师 there is a more technical question but there are lots of codes like the QR code that was attached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detectors do you know what that the code means yes definitely this was this was the competition landmarks for the 360 scanning of the camera oh this means three-dimensional we made a three-dimensional reportation can of the out-the camera and things were land marks for the software who put things together to directly the image thanks thank you 就是主要是做 校准用的 能是在拼凑过程当中 在不同的地方设置 相应的这个 一些标志 标识 land mark 来做校准 哦好的 谢谢 谢谢 好的 还有一位同学 通雅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 对撞过程中 它的antiproton 是怎么产生一个 稳定的 一个素流呢 啊 是这样的 对撞的时候 其实 只是用质子和质子 对撞 没有这个反质子 就是我们用两束质子呢 就可以实现 它的这个 让它内部的这个 胯壳进行相互作用 这里的话 反质子 它也有 也有相应的 独装机 可以用反质子 但是并没有在这个 并没有在这个 大量性的独装机 里面去使用 所以两束都是质子 对 那个反质子的 素流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 呃 它可以用 在一个素流管里走 好像是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情况 所以呢 像那个 Ferminab 就是那个 美国的机器 它是正负电子 正负质子对撞 它就是 呃 就不需要要两个管 你这个两个管 你就得一个往这边走 一个往这边 然后交叉 那个 如果是正负电子 好像可以 有可能是在 一个管里走 这样就可以省很多钱 似的 有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 反质子 本身产生起来 就就就就 不太容易 因为是世界上 没有反质子 我们必须得用质子 来产生反质子 然后呢 这个积累很多 那个它的呃 素流能量 就是光亮度呢 也比那个质子 要要要要要少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行了 我们完了 现在接着 你们接着说 谢谢 我还有些这个问 对问题是提在这个 zoom上面的 那么一个是说 这个9000个磁场上 加的磁场 是垂直于质子 运动方向的吗 这个其实 它的这个方向 应该是沿着 这个质子方向的 这样来的话 就是我们从这个 质子的这个 走的这个角度 就是让质子 垂直于质面的 这个方向去看的话 这个磁场也是 垂直质面的 然后我撞出来的 这些粒子呢 它就可以在我的 质上画出 这种弯曲的曲线 也就是我们这个 高考题们 经常的那种视角 来看的这个 这个弯曲的轨迹 所以是这样的 那个9000根磁铁 9000根磁铁 不光是那个 有很多种 有这个2级磁铁 4级磁铁 所以那个各个磁铁 的那个方向都 不一样 2级磁铁的目的是 你要是 跟那个速流 是垂直的 可能是 那个磁场方向 垂直的 然后往 那个速流 往这个方向走 根据那个三维的 能这个吗 OK 根据那个 那个劳人之力 我们 那个磁场 是往上 速流往这边 它就受一个 往第三个方向的力 这样的话呢 2级磁铁的目的呢 就是要 给那个 你要没有 2级磁铁 这个 这个 质子就永远往前走 它不会转弯 所以2级磁铁铁 是最重要的一个磁铁 总共的那个 大型箱子对上机 有9000根磁铁铁 里头有1200根 大大 大型的2级磁铁 2级磁铁 15米长 然后 大2级磁铁的 总长度要 占了三分之二的 27公里 然后呢 另外三分之一 是由 另外8000多根 小的 干别的用处的磁铁 所以这个 二级磁铁铁 最重要 但是 二级磁铁铁 实际上 它当 粒子经过 这个15米长 的二级磁铁铁 它的 那个 它的方向 改变非常少 0.3度 基本上 看不见 基本上 看不 看 认不出来 然后呢 但是因为 我们有1200根 那个 这个 这个 二级磁铁 所以1200 乘以0.3 就是360度 所以呢 这个 二级磁铁 是磁场强度 磁场方向 是垂直于速流 往往 速流 往往往往 往前走的时候 在第三个方向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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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受了一个 力 这个力 使它偏转 0.3度 是 是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还有很多 其他的 8000多根 其他的 二级磁铁 四级磁铁 六级磁铁 是八级 反正各个样的磁铁 做 怎么 怎么让这个 速流能运行的好 或者是 保证它的质量之类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二级磁铁 二级磁铁方向 磁场方向是垂直的 完了 当那个 磁铁当那个 速流 往一个方向走的话 它就在第三个方向 受到一个力 这是 咱们中学都学到 那个 老人子力 那么一个 一个 一个 使用 行了 我们 我们 还有 可能还有三个问题 我们可以很快的回答一下 说 说这个 一直到 还有半个小时呢 所以现在不着急 是不是 对 对 那 那个 请问从小 或者什么 我们还要不要到别的 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三维的 那个模型 三维的模型 所以我们可以 显示不同的 不同的 那个 detector的 那个 子系统 那个 要不要去 说一下 用 用两分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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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我们出去 你先回答问题 我们往那边走 好的 好的 嗯 so we'll pay a few another minutes to visit some other part of the underground 对 好 对 那么 还有一个 我看到是一位 很专业的 从业者问的问题 说我们知道 QCD相图的 纵左标是温度 横左标是 重子化学式 请问实验上 怎么测量 重子化学式呢 为什么 好像是一般 QGP的温度 越高 重子化学式 就越低呢 嗯 这个问题 可能得问一下 钱老师 这个是一个 就是 是这个 QGP 就是跨克 胶子等离子体 这么一种状态 应该是不是在传统的 质子质子对撞机中实现 是质质 对撞的 是千千对撞的 产生的这种状态 它也在CMS里有测 但 应该是一个小 就是 不是 主要的目的 但钱老师可以继续 我 我对这个 重离子对撞 也不是特别 嗯 了解的非常多 所以这个 重离子对撞 最好请教 请教那个 阿丽斯是谁 咱们那儿有阿丽斯 那这种 461的人 或者是 其他几个 学校的老师 丹老师 孟老师 他们那什么 那我们现在 听见吗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 三维 CMS 三维模型 嗯 三维模型 对 这个三维模型呢 是比例是 1比15 真正的探测机 比这个大15倍 然后呢 那个 它给抛开了 抛开了 你可以看到一些 基本的 什么 在我 我把四大块 我说每一个探测机 都有四大块 最大的一块 是这个 这是世界上 最大的 超导螺形块磁碟 这个 然后呢 两素粒子 一素粒子 是从间 又从右往左 一个是从左往右 对状点 在中间 然后 所有的 所有的 tracking detector 都在这里边 紧急探测器 在这里边 紧急探测器 加上这个磁铁 可以量这个 带电粒子的速度 然后在 磁铁和什么之间 是这个各种各样的 量能器 就在中间 量能器是量 各种粒子的 能量 不管带电 还是不带电 你可以看到 90%以上的刺激粒子 都是存在 都是被里边 被里边 这个 这些探测器 来 这个 这些 固件来测量 只有一种粒子 可以处理 这就是 只有这个 谬子 可以出去 其他的粒子 都停在里边 只有谬子出去 我们见到了很多 谬子在这儿呢 这是谬子的 谬子探测器 都在外边 所以呢 CMS 强调去 measure the谬子 行了 接着往那边走 好的 然后 好的 那我们 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看 好 那我们 可以再 再加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 可能 Coleshare的 直播平台上 问的 加速过程中 能走曲线吗 这个是 不走直线的吗 就是 我们现在 我没懂 再说一遍 就是 他在问 加速过程 是走曲线吗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 就是做这个 加速器 大概两种技术手段 一个是直线加速器 一个是曲线加速器 我们现在 就是 所在的 这个大能量 速度阻挡机 就是用曲线加速器 来做加速的 它本质上 就是需要 加磁场 然后让质子 能够转圈 这样通过转圈 能够让它 就是把它 束缚在一个圈里 然后我再去 让它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这样子的 就是说 看我们很好 我可以补充一点 所有的九千根磁铁 只有一个功能 九千根磁铁的功能 就是保持这个粒子 在这个五厘米的 这个五厘米的 这个管 速流管里头 跑跑跑跑 中间不 不什么 但是 然后我们还需要 一根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 叫做加速 加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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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这是大型这样子的 让机 这个弄反了 我们CMS在这儿 在这儿 但是那个 加速单元在这儿 如果没有这个加速单元 这个粒子 光载里头转转转转转 永远是同一个速度 同一个能量 从来不增加 只有经过这儿的时候 每次经过这儿的时候 这个 这个加速单元 给一个 推 给加速一点 经过 很多很多很多圈 一秒钟 一万一千圈 走一两个钟头 或者是什么 它才能走到最高能量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有九千根磁铁 就像我们身体中的血管 真正的心脏 是这个 而这个Linear Accelerator 是什么呢 Linear Accelerator 它不能回来 它是 其中Linear Accelerator 是从里头 这个加速单元里头 有四个 叫做 那个叫做 RF Radio Frequency 叫 Radio Frequency 是 Radio Frequency 就是 高频 枪 高频 那个 加速枪 有四个 四个加速枪 但是这个Linear Accelerator 是由什么组成的 是由很多很多 乘几十上百个 甚至上千个加速枪 它也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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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但是Linear Accelerator 不能 那个回来 所以它 它要想 更高的能量呢 它只能是 只能是 这个 弄很长很长 越长 反正也越贵 但是这个 环英磁点呢 它只要四个加速枪 或者是 在这 然后 它可以 无穷 就是转转转转转转 转转 永远 一直能 什么 所以这两种 加速器 有一个 本质的 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区别 一个是 不能回来 永远往前走 一个是 完了用很成绩 成百上千个 那个加速枪 这个呢 只有少数几个加速枪 固定在一个地方 别的地方都没有 只有一个地方 然后 当那个 粒子回来的时候 给它加速一次 一秒钟 上万 上万次 行了 我不知道 说清楚没有 谢谢钱老师 后面两个问题 刚好和您这个 场景有关 就是一个是说 LHC是最后一环 那么建造过程中 这五个环 是怎么搭建的 它们是怎么放置的 哦 其他的小环 这个地方有点 有点那个 哎 我 我进到屋里去啊 这点有点吵 这个是那个 大新疆的 对上机的 那个 那个 最大的 二级磁铁的 一个内部结构 两个管 这只大小 完全一样 然后 电场走这个位 产生磁场 这个方向 然后 当速流往这个方向 得到一个 第三个方向的力 所以这个 二级磁铁 这是两个磁铁 电流这么走 然后产生磁场 这个方向 然后 当那个 速流这么走 该的第三个方向 有力 这是一个 内部结构 然后 我回答 待会儿 现在到一个 比较安静的地方 这是一个 比较安定的地方 这这儿说话 我不那么 嚷嚷 就是 我的嗓子 实际上就不过来了 再 再显示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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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吧 这个图片 还是这个磁铁 这是世界上 最大的 超导 螺旋管磁铁 你可以 看这磁铁和人 甚至人可以站在 这磁铁里面 这就是世界上 对 所以为什么 CMS要把这个 超 螺旋管磁铁 放进 它的 它的名字里头 因为它是一个 世界上 最大的 超导 螺旋管磁铁 嗯 行 现在现在 刚才是哪个问题 那这儿说 有一个 是 对 建造过程中 五个环是怎么 搭建的 是怎么 五个环是这么回事 那个 五个环是 不是这次搭建 它是过去 SERN有六十年历史了 这个六十年历史呢 它照这个 这个 呃 环形加速器 越造越大 越造越大 它有一个 SERN和其他的 那个 呃 高能实验室呢 有一个 一个重要的区别 就是说 你比如 当初这个 曾和 大型机竞争的 一个美国的 叫做 超级超导 对撞机 啊 那个对撞机呢 要比 如果造好了的话呢 要比大型机 大三倍 大 大多少倍 反正四十公里 四十公里 是将近三倍 反正能量也要 也要 也要高 高好几倍 但是呢 呃 美国的这个 这个机器 它 它的 因为体制问题 它是 呃 造一个机器 它就 换一个地方 啊 它原来就是在 什么东海 现在有一个 最后它在 Texas 造了一个 它要造那么一个 大机器呢 它得把所有的 小机器都得造好 啊 都得造一遍 啊 所以呢 而这个SERN呢 它 它 它从小到大的 机器都在 这一个地方 所以它的小机器呢 都是过去 那个机器 呃 也 50年前造的机器 它还在那儿使 所以呢 它这样又省了时间 又省了 省了资金 呃 好些那个 越省了 经验 也省了经验 所有的人 都对那个 这个 这个环形机器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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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 所以呢 呃 将来啊 虽然还要造一个 呃 正在计划 到一个更大的 100公里的 和咱们中国 高通所 那个建设 差不多的 但是呢 这个SERN呢 在在在 在这方面又有 这个优势 因为将来 大银铛的对上机 就不 不是给扔掉 不管了 而是接着作为 那个更大机器的 一个注入器 这样的话呢 它又可以省了 一大笔钱 呃 省了一点 很多时间去造 这个大银铛对上机 而 而将来 就专注 去造 那个更大的机器 所有的小机器 都可以用 所有的小机器 都是过去 五六十年 呃 逐步逐步 逐步造起来的 对 谢谢陈老师 啊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对 很清楚 很清楚 下一个问题是 两根管中的质子树 是如何控制 它们对撞的呢 哦 那个质子树 反正是 九千根磁铁 就是让它在这个 管子的中间 跑啊 这个 非常难的啊 因为这个 大银铛 控制和那个运行 都是非常难 因为这个 二十七公里 长的这个 这个机器 不是这个 perfect 不是纯圆啊 它实际上 每一根磁铁 九千根磁铁 每一根磁铁 都是一个直线 啊 即使这个 直线 这个像 这个十五米长的 当这个 管弯 零点三度 因为这个 零点三度 非常小 所以它这个 五个厘米 可以这个 忍受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弯度 但所以呢 这个大型 像的 对象机 实际上是 九千 九千边 直直直线 边的一个 多边形 所以呢 你要想让 这个这个 这个例子 在这个多边形 里头啊 运行 别别碰着 管子 而且呢 那个 每秒钟 要运行 要转 一万一千千 这一个 非常难的 一个事情 但是呢 它可以 用很精密的 电子仪器 控制它这个 这个速流 不不不不 不碰 不不碰的 那个管闭 啊 然后呢 将来 我什么时候 想要让它 对撞的时候呢 它用一个磁铁 啊 一个磁铁 让它拐一点弯 不是就是 改变方向 改变一点 这样它 它就可以撞了 啊 所以呢 大概是 大概是 是是 是这么一个方式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嗯 谢谢 谢谢老师 而且从一个 从一个小的 到大的 到中的 到大的 这个中间 这个怎么 这个 这个它 它得用一些 呃 怎么给转到 下一级 也都是用一堆磁铁 嗯 磁铁啊 可以让这个粒子 往哪边走 往哪边走 反正是 它就磁铁 让它往这么转 那么转 那么转 然后就转到 下一个机器 然后等出了以后 它又用 用一些磁铁 让它走走走走 走到下一机器 呃 磁铁 可以干 干这种事 改变方向 是的 是的 这个控制 这个质子数的 这个走向 是非常精密的 这个工程学的 技术问题 那么下一个 能跟这个实验 分析有关 说Kiggs粒子 发现之后 除了进一步测量 精确测量 Kiggs粒子 或多个Kiggs粒子 的性质外 CMS上 还有什么 相当重要的 分析 正在进行当中吗 这是问我 那个 那个 Higgs粒子 发现以后 这个 标准模型 就几乎是完美的了 因为原来 标准粒子 有很多 12个 什么 6个 Kwak 6个 6个 青子 然后再加上 一些 波色子 这本来挺好的 就缺一个 Higgs粒子 Higgs粒子 发现以后 这个Standard Model 就 就 就完了 但是呢 Standard Model 还不是 一个 终极理论 因为有很多 我不知道 你听说过没有 说这个 整个宇宙的 Standard Model 只能解释 5%的宇宙 内容 另外 95% 包括 27%的 暗物质和 75%的 暗能量 都是Standard Model 容能为力 所以呢 我们就希望能 找到一些 暗物质和 暗能量的 可能性 然后 接着 为将来 研究 指出一些 可能的 方向 怎么 怎么来 找这个 方向呢 它就 现在呢 就是说 把Higgs粒子和 各种各样的 粒子都 精确 精确 和各种 摔编道 什么之类的 都 梦得越来越精确 所以它要 它就是 精确到 什么以后呢 它就 希望能看到 这个 现在的 测量 和 标准模型的 预言 会不会有 有 些微 些微的 偏差 这个偏差 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是 找着这个 发现这个偏差 并且证实 这个偏差 是 是那什么的话呢 这就给这个 新物理提了一个 开了一条路 你如果 永远是 这个 所有的东西 都是跟这个 Standard 复合的很好 那就 好像就 没什么太多 事情可做了 其中 大家非常 希望能找到的 是一种 所谓的 超对称 粒子 我不知道 大家 知道不知道 就是说 超线粒子 实际上和 这个 Hicks 粒子 是 差不多 从1966 六几年 到七几年 发展起来的理论 那个理论 挺漂亮 反正 数学上 也挺严格 但是呢 那个理论 其中 某些 那个理论 有两个 重大的 事情 我们 还 困扰我们 一个呢 就是 那个 超对称 理论 预言了 未知 粒子的数量 和我们 现在的 那个 粒子 数量 是 一比一的 我有一个 正常的 粒子 非超对称 粒子 我就必须得 有一个 对应的 超对称 粒子 所以我们 whatever we have we have another 超对称 粒子 对应它 然后呢 问题是 直到现在为止 经过 五六十年 我们所有的 实验上 都还没找到 任何 超对称 粒子的 那个 迹象 所以大家 希望 本来以为 超对称 粒子 比那个 黑克斯波测 轻 还是怎么 所以他只能认为 这个 只能假设 这个超对称 粒子 更重 更重的话呢 我们就是 能量不够 能量不够 就 就赚不出来 所以呢 我们就得 造更大的机器 这是一个 什么 所以 超对称 粒子 有这么 所以我们总是 希望能 能超对称 粒子 类似 还有其他的 反正是 不管 不管怎么着吧 我们就是想 能想到 其中 人说 某的 某些超对称 粒子 可能就是 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 大克迷特 就是暗物质的 可能贡献 类似 暗物质 粒子 所以呢 大家就找 他 找了半天 反正到现在 没找到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能不能 看的 把我们现有的 东西 弄得越来细越细 越来越细 这样的话呢 现在的很多 measurement 都有一定的 就是 公差 就是 叫是 tolerance 就是说 误差 误差范围 在这误差范围 我们没法看到 和准确的 差别 如果我们 measurement 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最后 能看到 他们如果能有 差别 这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信号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型 今后还要 转 转 20年 30年 20多年 他们就想 那个 弄得越来越 更多的粒子 对撞 然后就可以 产生 更精确的 测量 而且呢 还有一种 可能性 就是说 新的粒子 可能 非常非常 那个 稀有 现在 黑克斯波测子 已经是非常稀有了 现在是 一万亿次 对撞 黑克斯波测子 才出现一侧 然后人家 大家说 那可能 别的更 更那什么的 新的粒子 超对撑的粒子 可能更稀有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只有对撞 更多 更 更那什么的 对撞呢 才有可能 撞出来 或者是 这样的 但是 撞的越 越 越 那个什么的 越撞的 不是 就是越 就是越 那个什么的 那个 塑留的粒子 越多的话呢 当然就有可能 产生的 对撞越多 但是 分析起来 也越难 因为呢 就 就是 就说 黑斯波测子 的人说 相当于 你在一个 大海里头 捞一根针 那将来呢 里头 将来如果 更稀有的话呢 就相当于 一个 十个大海里 的捞一根针 那就是 反正都是 非常困难的 事情 大概 好 我们走 回家 谢谢 小老师 那么 下一个问题是 两树 树流并不是 头对头 对撞 而是有一定 角度 这样对撞之后的 粒子团 质心系 动量 会不会沿着 特定方向 会不会导致 探测系某个方向上 观测的粒子 比反方向更多 那 那个 那个 非常 那个角度 非常非常小 所以呢 这些都可以进行 在计算和测量的时候 都可以给他 那个什么 都可以给他 考虑进去 反正是 现在计算机发达 电子学发达 都可以 很多这些精细的东西 都可以 是的 下一个问题是 磁 磁 磁铁是实心的吗 材质都是那个 合金材料吗 还是只是一些 电 电流线 缠在空心的管上 就是线 就是 那个线可以 那个 那个 线来 弄 就是导电 导电啊 那个他 呃 他不是永久磁铁 他是电磁铁 就电流在那 轉轉轉轉 然後產生磁場 然後那個 所以我們選擇的就是 導電的線不是銅 因為銅不能承受 非常高的電流 所以我們就必須得用 用這個 哦行 同不能承受太高的电流 那个超导线可以承受 但是超导线的问题是 我们必须冷却到非常低的温度 而且长期冷却 成年累月的冷却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对这个什么来说 然后我们是这个Zoom上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请问在对粒子加速的时候 我们如何知道当前粒子所具有的能量 我记得是通过感应电流的方法 但不确定 它有很多电子仪器来观测和那什么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能量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它反正是具体怎么弄 我也不是 我不是搞机器的 搞加速器的 所以它必须得 因为它只有能量足够高的时候 它才能发出信号 而不是它可以告诉探测器的说 我们开始对照 只有能量高到一定程度 才能实现对照 所以它这个能量肯定能 肯定能非常比较准确的来测量出来 才能发出这信号 说什么时候开始撞 什么时候不撞 这个但是到底怎么测的 我不是这方面的 知道的很少 谢谢 那么大家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请问会有直播回放吗 这个周老师在会议室里 会有的在客户响上面会有直播 这个回放 嗯 谢谢 那个这边的技术人员问 呃 那个 这西方 这就是在 在这 非中国的 这这些 路的节目 都放在 那个油管上 让大家随时看 但是因为油管在中国 不不不流行 或者没法看 他他问用什么方式 呃 呃 那个能那什么 我我跟他说 我们用 呃 都用这个 呃 这个微信 嗯 他他他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也可以放在微信上 还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你们来来操作 你们想放在哪放哪 对我们这边会放在扣箱上面 嗯 这样的话国内的这个 是一个国内的平台 对一个国内学术的直播的 哦 行 回放平台 行 那个微信在西方也 呃 也也不少人知道 而且用 昨天看了一个小视频说 那个马斯克尔也在那儿跟人家采访 说他也在那儿用微信 但是他不是 他是偶尔用类似这样的 嗯 嗯 那么看看咱们教室的同学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呃教室同学还有问题吗 呃 并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个一个半小时 这个非常感谢钱老师和宋教同学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讲解 然后也感谢这个 这个 这个技术人员 是的 也谢谢周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是收集到了非常多的问题 谢谢钱老师帮忙耐心的解答 呃 有的我路上可能听着不太清楚或者什么 你们如果还需要什么的话 那个发邮件过来或者什么 我在我在后边时间更多 因为前面这个整个一个半小时之间 还要走啊什么之类的 有时候这个耳机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呃很抱歉 反正是呃希望能将来能 呃跟大家能更用更更更多的时间和方式进行交流 谢谢大家来来关注这个呃 大型相机和CMS 呃我们这个再过几个礼拜呃 呃真正的那个呃 大型相机就要重新运行呃 呃要要运行在呃 从来没有过的能量高度呃 13.6个TEB 虽然比去年只增加那么一点 但是仍然是比以前好了 但是还没有达到设计能量 设计能量是每个速流7个TEB 这个估计还要等等等等一两年以后才能实现 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不断的增加能量 不断增加呃速流的亮度 希望能照我说的 我们能看到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和这个标准模型的偏差 这样的话呢 就可能给我们将来的呃研究 指出一些可能方向 这是现在的状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CMS的训练 就到这里 对 谢谢参与的这个 这个在线上和在这个现场参与的老师和同学 好 我想我想问一下 我我没在电脑旁边 今天线下有多人 就是那个线上有多人 除了这个这个教室里的 对 教室里大概这个二十多个 然后线上有这个八十位左右 哇 在高峰的时候有一百一百六十 哇 我那个 呃行 我这有时候说话说急了就闭着眼睛 可他不在形象不好 大家凑合看 没有没有 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 钱老师和我们的这个组织团队联系 那么希望今天的这个给大家带来了很深刻的印象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好再见